现在的千元机真的是完疯了 竟然还有20倍的变焦相机 还有Dynamic Button 动态的这个按钮 最疯狂的是还有512GB的超大内存 然后还可以扩充记忆卡 真的是疯了吧 没错 它就是realme真我刚刚发布的这一台 realme 12 5G啦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价位里 独一无二的20倍超级变焦功能吧 它可以直接zoom到20倍 我们再来看10倍 realme为了把它做到更加清晰呢 它给这个千元的realme 12 5G 对了108Mbps的主相机啦 也就是3倍的变焦 用了两个星期之后呢 那我觉得这个3倍的变焦真的很实用 它可以给照片带来完全不一样的feel 那我站在对面用1倍拍这个消防局的时候呢 照片不是不好看 但是就是带不出那种感觉 我们就直接试试用3倍 你看立马就拍出不一样的感觉就有接拍了 而且细节都有被保留下来哦 那我们再来给你们看看这一朵花 我经过的时候呢就觉得它很漂亮 用1倍拍出来还不错呀 但是3倍拍出来是不是直接好像摄影师的感觉 有大师的感觉了呢 那还有就是在3楼啊拍下面的这个船的时候呢 1倍的样长已经很有感觉了哦 3倍再看看哇直接就可以感受到自己好像在船上那种游玩感了吧 那说到realme的这个相机啊 我一定要说他们家的滤镜了 因为真的很无敌的好看 给你们看看啊 我在这个marina bay的这个门口拍的照片 不管是1倍啊还是3倍呢都是非常的惊艳耶 招牌的细节都有清清楚楚的 建筑物的这个线条啊也是细节很分明 色彩也非常的丰富饱满的 这个价位来说简直就是一绝的出色了 还有就是在室内拍的这些样张 福南SG拍出来满满的科技感 WOWRES这一张我也特别的喜欢很有感觉 再给你们看看这个人像的样张 左边的是标准的模式啦 右边的是人像模式 所以背景呢是带虚化的 还有就是这一杯咖啡也是人像模式拍出来的 被子边缘的虚化也是做到非常的到位哦 而且啊我觉得realme整模真的很贴心 他呢在高像素的照片啊 他知道我们会占用更多的空间 所以realme又很佛心的给我们堆了高档 512GB的超大内存救命啊 只要1299码币就有这么大的存储 而且还可以自己再扩充这个记忆卡 我觉得对于喜欢拍照的人来说 完全是不用担心你的手机没有memory 不需要一直去删 而且呢你还可以随意的下载 你喜欢的电影啊或者是APP啊 或者是你喜欢拍视频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的就是呢我想说我带着他去揭摆 真的很轻松 因为啊他很轻而且他很薄 他采用了7.69mm的这个超薄机身设计啦 加上这个realme12系列的高级时尚手表设计 再搭配这个紫色 OMG我觉得他真的太好看了 realme我服了你们了 这个大紫色啊他是磨砂的被盖的哦 很好摸 而且摸这个时候有这种很疗愈的声音 给你们听听看 然后啊他是偏直角 但是呢又不是很四方的这种设计哦 拿着的这个握持感就是很舒适 几乎是零负担感的 此外哦他旁边的这个power button 就是主角了 因为呢他是一个dynamic button动态的按钮 所以啊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power button哦 双击他呢就可以直接跳进去相机啊 也可以直接用它来打开家里的智能门哦 因为啊他上半部分呢是内置了360度的这个NFC啦 所以我回家的时候呢只需要双击打开这个dynamic button 就可以呢打开门禁卡了 这样子扫一下就可以打开门了 太方便了 当然啦你也可以在设置里啊 自己自定义的去设置这个dynamic button 你想要用什么快捷的这个防身 那除了打开门禁卡呢 你也可以选择禁营啊等等啊 或者是打开任何APP等等的 而且不懂是不是这个dynamic button的这个黑科技 这个解锁速度也是超级的无敌快 一碰这个dynamic button呢 它就直接秒解锁了 天呐这个真的太黑科技了吧 那再来看看这个950nits的这个阳光显示屏啦 无论是在户外或者是室内呢 我几乎都觉得它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得见的 我在大灯下呢用它看电影呢 也是没有反光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画质是很清晰不失真 还蛮惊艳的 不但如此realme 12 5G这一块屏幕还支持 失手触控的功能 手势了也可以随时精准的滑动屏幕 日常使用起来真的很方便哦 那说到电影呢 它支持的是双立体扬声器哦 声音是非常的响亮 看起的时候啊 把音量开到最大很过瘾 给你们听听看 那音量这么大啊 拿来打游戏啊也是很爽 处理器方面呢 它搭载的是MediaTech Dimensity 6100加5G的处理器啦 它是有5G的 那它支持高达60fps还有极致的画质啦 在这个王者荣耀里 那我用这个高帧率还有极致花质呢 连续打的三场的王者荣耀呢 全程呢 都是在57到60帧率之间的 没有肉眼的卡顿 而且它算是很稳的 打游戏没有问题 那轻薄的机身呢 它也塞入了5000毫安的大电池 支持的是45W的这个三充 那我用它充满电之后啊 一般都是直接连续使用一整天 拍照打游戏呢也不在话下 它的续航能力真的是蛮强的 完全不用担心手机没有电的问题啦 那总的来说呢 realme 12 5G的这个轻薄设计啊 还有它的dynamic button啊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超轻薄 搭配这个奶糊糊 然后又很高级的这个紫色 哇在日常使用期间呢 我觉得它使用起来是特别舒适的 而这个NFC搭配这个dynamic button的功能 哇 真的带来的是很便利 我上下拿包裹的时候呢 都不需要带钥匙出门了 直接拿着一台手机就够了 那而且啊正是在这个千元价位啊 还可以买到512GB超大内存 还有108Mbps的支持20倍变角的相机 我只想说realme呢 它已经做到了 该有的呢都给你 而且呢 它都是给到你同价位里最好的一个了 找着这个高性价比啊 然后有千元级的话呢 你们一定要考虑这一台realme 12 5G啦 它真的很高性价比 好了 那今天关于这一台realme 12 5G呢 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没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留言问我的 好啦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谢谢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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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